嘉義縣文化觀光局特別推薦八家水上的銅板美食 讓民眾到嘉義觀光時在飲食上有更多的選擇 而民眾對於店家的選擇也各不相同 應該是草魚粥吧 呃...水上的鴨肉哥 本次嘉義縣文化觀光局推薦的八家銅板美食都各有特色 其中有許多的老店 也因為開業許久業者與在地民眾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我們這邊都是那個每天都是獻殺的 所以那個魚的鮮度吃起來就不一樣 跟它的甜度 三十幾年那咧 三十三十三十五 自己逛的我們這裡逛的自己來嘛 那最便宜的也不一樣 覺得是我們本來就是應該跟客戶久而久之 我們就會建立一種情誼的關係啦 變成不是說純粹的就是 就是那個我們那個客人的關係而已啊 然後因為我們大家熟識的 比較熟識的話就比較會寒暄啊 知道它從事什麼行業或者是怎樣的話就是 因為這個需要很長時間的一個大家的互相信任啦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的推廣提升了店家在網路上的知名度 也使得更多客人慕名而來 現在是那個就是網路的那個那個時代 所以它這樣子幫我們等於是推力推的話 那個生意有差 但是就是星期六跟星期天或者是連續假日的話就會差的 你會感覺說差的比較多 平常的話還好 當然希望我們文化觀光局在旅遊然後推廣上面 我們可以朝更多元的主題去發揮跟發展 那小吃也是一個我們未來會持續去努力的 因為其實嘉義縣還有很多的同伴小吃 值得我們去挖掘跟發揮 那未來我們還是期許自己透過社群網路上的力量 去讓嘉義縣的美食往外曝光 除了觀光局的積極推廣外 小吃店對於開店與待客的熱情也是不遑多讓 下次經過嘉義時不妨停下腳步 來水上品嘗富有人情味與獨特口感的在地小吃 中正醫報林靜宇魏偉倫嘉義水上報導